新增的有13例本土确诊病例 那么其中先前这位10岁的男童 他在过年聚餐染疫 原先是感染源不明的状况 但是在扩大追踪之后发现 他大表哥的女友弟弟是从大陆回来了 在今天确诊列为案号案19530 他居住在检疫旅馆的时候 同楼层其他房间 同时住有高雄港染疫的个案 疑似将病毒带回家再传染给家人 导致扩散 对象 那在过年前从中国回来 那我们也发现说 他的CD值是30几 也发现说他应该可能是 在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这个有可能疑似 这个防疫旅馆的一个感染 所以我们在昨天 也这个调阅了相关的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他的隔壁的房间 这个307跟308两房之隔 那有一位高雄港的居家隔离对象发病 那经过昨天的这个调查 那我们认为说 在我们的判断 也认为说 在整个这一个家族的群聚感染 应该是非常的 这个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今天的早上 基因定序也出来 这位19530 也就是从中国大陆回来 去捡的对象 他的病毒株 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是一致 那所以整个这个传播链 大概就非常的清楚